我的神秘好像就是被拿来做赌注 那我自己也很担心副作用 王小姐秀出小环卡 打了第一剂BNT 心情恐惧又无奈 我也没听过这个疫苗 那我查一下好了 医生竟然就是连听都没有听过 王小姐过往在大陆工作 今年6月25日 接种当地的康熙诺克维莎疫苗 后来回台从事教育业 为了配合最新防疫政策 她必须完整接种完两剂疫苗 满14天 元旦期才能进出她的工作场所 询问诊所医师能否混打BNT 医生却这么说 他们一定要问过卫生局 他们才可以 就是如果OK的话才可以帮我打 不然他们也怕出事 医生也不敢挂保证 没想到相关单位把问题丢回来 要医生自己决定 实际询问其他医生 应该是在科兴国药之后才 他们好像过 他们大陆才去研发出来的 一个新的类似AZ的 一个腺病毒的疫苗 我们知道的比较少 是会先问一下我们的地方主管机关 工作需求还是要再补的话 那可能会建议 可能时间可以拉长一点 大概要半年左右 中央指出打大陆科兴或国药 回台隔28天 就能接种各种厂牌疫苗 但没有说明其他的大陆疫苗 能不能或隔多久可以混打 的确有风险 真的有出问题的话 没有人可以负责任 没有实验无从依据 连医生都不敢担保 不会出事 民众为了因应政策 硬着头皮混打 康希诺克威莎疫苗加BNT 要是真的有三长两短 谁来负责 记者许玉文 王世涵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